Adidas 透视三条杠视觉锤 这个用了70多年的视觉符号,昨天被判无效 欧盟法院判决Adidas 三条杠logo无效 原因是缺乏足够的特色 设计师未来提炼视觉锤的道路越来越难了 01 阿迪达斯 透视三条杠 本周三, 6 月 19 日 欧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判决Adidas 的三条杠商标无效 原因是该商标缺乏足够的特色 欧盟法院表示 Adidas 公司没有证明该商标在整个欧盟范围内 已经获得了使用它后的独特性 Adidas 对此表示失望 但该公司称 该排决只影响了三条杠商标的一项具体执行 并且 Adidas 仍可以继续提出上诉 Adidas 的标志有三 一是与 Adidas 经典系列相对应的标志为三叶草标志 二是与 Adidas 运动时尚系列相对应的标志 则是圆形半包三条杠标志 三是与 Adidas 运动表现系列相对应的标志 也就就是我们在 Adidas 专卖店中最常见的三条杠标志 在三种标志中 Adidas 三条杠标志是最早被启用的 三条杠标志 由 Adidas 创始人 Adidas 设计 在 1949 年 8 月 18 日 首次在球鞋上使用 其代表了不断前进 不断超越的体育精神 到今天 这一经典标志 已经被使用了 70 年之久 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标之一 零二火力十足的商标保卫战 为了保卫自己的三条杠 阿迪达斯打了无数场官司 以期让任何一家斗胆使用类似条纹标志的服饰生产商知难而退 Adidas VF Forever 221 早在 2006 年 阿迪达斯就曾洗溯美国快时尚品牌 OEVA 21 的一系列条纹单品 包括两条条纹或四条条纹的服装和写旅 商标侵权 Forever 21 在一份法庭档案中写道 阿迪达斯抱怨OEVA 21 出售的条纹服装侵权 并且范围不断扩大 几乎涵盖全部带有装饰条纹的服装 并认为这种商标不应该被认为是阿迪达斯独有的 阿迪达斯不应该垄断所有的条纹商标使用权 Adidas VF Mark Jacobs 阿迪达斯在诉讼中指出 Mark Jacobs新品牌用的四条平行线条设计 与阿迪达斯标志性的三条杠非常相似 法庭档案中指出 Mark Jacobs服装袖子的四条纹 很可能会与阿迪达斯的标志混淆 Adidas VF Tesla 阿迪达斯认为 特斯拉电动戏车Model 3的标志 侵权了阿迪达斯商标 原因是特斯拉为了之后推出Model 3的周边产品 特斯拉将三条杠的商标注册范围 扩大到了服装类 包括衣服、帽子、手套、婴儿儿童服装等产品 Adidas VF方主张 特斯拉的该系列服饰 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误会 同时还有利用Adidas名气的嫌疑 毕竟从1952年起 Adidas就开始使用三条杠的标志 同时 由于阿迪达斯对许多运动赛事和明星进行赞助 阿迪担心人们误认为 阿迪达斯也赞助了特斯拉 事情最后以特斯拉败阵 改换标志而告终 Adidas VF Puma 2017年 阿迪达斯又因三条杠商标问题 再度将标马告上法庭 而这次上告的起因是 标马所推出一双 带有类似三条杠的足球鞋 阿迪达斯认为 这一设计将引起公众混淆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利用了阿迪达斯所建立起来的商誉 阿迪达斯在宣告中表示 标马在这双亲拳足球鞋上的四条鞋线设计 是向阿迪达斯商誉和商业此利的一次公然利用 对于阿迪达斯作为一个卓越的足球品牌 进行了搭便车的企图 而这双亲拳的足球鞋就是 Evo Pio Dogger Louis VEgo Camo尼财尾装版 除了上述品牌以外 Nike Skekkers Shield Branding Europe 等都曾是阿迪达斯私怼的物件 由此可见 Adidas在商标问题上非常敏感 三条平行条纹是Adidas的经典标志 一般会印在Adidas鞋子的左右两侧 或者外套的袖子两侧 自从20世纪50年代公司创始人 ADI DASLA最先在鞋子上使用后 三条杠就成为了Adidas的标志性图案 几乎所有Adidas产品都有这样的图案 这也是Adidas不断提出诉讼的原因 既然有平行线就算抄袭 不禁让人想起了著名的中国校服经典款 其实从上述案例中能看出 无论是三条杠还是两条杠和四条杠 都有可能成为Adidas起诉的物件 虽然品牌维权是合理且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是像Adidas这样活跃的品牌 也确实不多见 这一方面说明了Adidas确实很重视商标保护和权益维护 但从另一方面 不能否认其中对于品牌的宣传作用 但无论是维权还是炒作 要保持品牌长期的健康发展 都要保有创造自主性 03使用70余年的经典符号 三条杠的视觉符号 在Adidas品牌中无处不在 从Adidas基础的服饰箱包、鞋品 到包装盒、购物袋、宣传海报、店面装潢 三条杠已经成为能强烈唤醒顾客 与品牌认知和情感连结的重要视觉元素 作为一个品牌内 长时间发展并保留下来的强势绝锤 三条杠无论应用于Adidas品牌内的任何地方 都能直击顾客的记忆和心理 强势而具有唯一性 这样一个经典元素 可以说是Adidas强而有力的视觉武器 这个独家的视觉 武器是如此重要 而此次判决结果的宣布 对Adidas来说 因为主用70年时间 所沉淀下的三条杠符号 此后不再独属其一家公司 这无疑是对品牌的沉重打击 据路透社 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的执行长 大为海格David Hay表示 该裁决可能削弱Adidas品牌的价值 目前 这一品牌价值高达143亿美元 周三 Adidas 阿迪达斯股价下跌2.27% 可以预想 该判决对于阿迪达斯品牌的冲击 还会持续加码 对此 阿迪达斯方表示 会继续上诉应对这一危机 由此可见 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商标作为IP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品牌形象 是商欲和知名度的载体 视觉锤的提炼 不仅体现于视觉层面 对于品牌的商业价值 也存在住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对于品牌来说 商标是品牌形象 标识 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伴随住品牌的兴衰成败和发展存亡